经常看那些能够坚持的人 会给你带来信心 带来力量 所以要接触那些有意志力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听听过去那些高僧大德的故事 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 师父还说 看看高僧大德是怎么坚持的 你就会有力量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我分享 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让女儿英语四级顺利通过 我女儿大学在外地上的 因为离开父母的约束 自己放飞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 整天打电脑游戏 大学英语四级考了三次都没通过 我急得不得了 因为大四下半学期六月份还有一次考试机会 我又向菩萨许愿给我女儿念两千遍心经 又许愿给我女儿的要经者二十七张小房子 六月十一日顺利参加四级考试 四级考好 我又许下给我女儿放一千条鱼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准题神咒 直到她分数出来 我祈求菩萨 保佑我女儿这次英语四级能顺利通过 我会在台长博客上分享 心诚则灵 到八月二十八日分数出来 我女儿告诉我 她英语四级顺利通过了 我真的很激动 太感恩菩萨妈妈了 有求必应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2023年1月22日正月初一 早上念经 大概6点45分 准备要烧小房子 填写药经者名字年月日 大概填至7点45分 准备烧小房子 外面还在下雨 家里没有佛台 上新香的步骤 上完新香就开始烧小房子 烧大约八点多 窗外太阳阳光普照 突然变成金光照进房间里 法喜充满 第一次得到加持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现在我每天认真学习白化佛法 今天学习完 忽然感觉师父台立宝像放在书桌上 感觉整个屋子气场正气浩然 和以前不一样了 然后顺便拍一下视频 看到白化佛法书发出好大好大金光出来 能量好大呀 这本书真的是宝啊 里面全是佛菩萨智慧和能量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修 自利利他广度有缘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赞叹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我孩子下高铁一段时间 我打电话 还没坐上车 我赶紧求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七分钟后再打电话 已经坐上车 赞叹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可爱又法力无边 心灵法门弟子大福报 有困难不怕不怕 有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什么都不怕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纪念伟大的拿摩释迦摩尼佛 将佛法传入世间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二 佛陀慈悲舍命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 十八 面对弘法中的磨难 不退失道心 将心胸融入众生中 才得到锻炼和成长 选自 2021年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2021年6月6日 白化佛法 慈悲大爱 师父讲过佛陀当年弘扬佛法时 遭受磨难的故事 所以 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心胸 融入到众生当中 你才能得到锻炼和得到成长 其实 佛陀一直在用方便法 教化着我们 我们应向佛陀学习 弘法当中 谁都遭受过侮辱 毁谤 我们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这样一比较 你就不会退失道心 不会把这些小困难当成苦难 十九 佛教本身是无争的 有争斗并非学习正法 无争是从无我中产生 选自白话佛法第九册 第二十八篇 我只是烦恼的根 要懂得 我们要家庭和睦 众生没有争斗 实际上 靠的就是无我 没有我 怎么跟人家打官司啊 没有我 怎么跟人家吵架 你连我都没有了 跟谁吵架呀 对方跟自己去吵架呀 所以 无我就没有争斗 佛陀讲过一句话 佛教本身就是无争的 学佛人学佛学到后来 绝对不能跟人家争 如果有争议争斗 那你不是学的正法 其实 无争的宗教 就是从无我当中产生的 因为没有自己 才不会产生争斗 你没有自己了 你会去跟人家争斗吗 不会 妈妈没有自己 永远不会跟孩子去争斗 因为 是她生出来的孩子啊 不为自己的人 就不会有争执 这个人良心很好 整天为别人 从来不为自己 这种人一定是无我的人 他跟谁去争执啊 你一为自己 马上就会有争执了 我吃亏了 我难过了 我烦恼了 他欺负我了 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我这口气咽不下来 我我我 就开始争斗了 一有我自 你就有争执 人人为自我 所以你就争执不休 二十 从佛陀的时代开始 法门唯默默地以心传心 心空才能接受佛法 才能修成正果 选自白话佛法第二册 第二十四篇 把握当下 佛心弘法 妙法度人 从释迦摩尼佛开始 法门是默传 就是默默地传法 也叫暗传 师父现在给你们传的法 实际上也叫默默地传 现在是给徒弟上课 当众多跟随台长学佛后 开悟了的佛友 也能从中摄取养分 给徒弟开示传法 当时 释迦摩尼佛有一个大弟子 叫摩合加社 释迦摩尼佛是传法给他 他再传承给下一代 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一直传到二十八祖 二十八代 到了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也是一对一的默传 叫空心传空心 什么叫空心传空心 就是师父前面给你们讲过的心空了 你才能接受别人给你的东西 如果你心里不空 你怎么能接受新的东西呢 就像你的仓库是空的 心的货物才能放进来 如果仓库是满的 你怎么放进心的货物 以心传心 就是用心来传这个心 首先 心必须空 才能接受这个法 才能接受这个佛 一定要记住 佛法都是自己放空之后 才能好好地学进去 以后才能修成正果 二十一 佛把解脱之道交给我们 要有信心和力量 跳出六道 不再轮回 选自 2021年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信心就是愿力 2021年9月1日 当年 佛陀吃尽人间苦 他心中有力量 一定要找到一条解脱苦难的道路 所以 佛陀成功了 并把这个解脱之道交给了我们 因此 我们大家都要有信心和力量 跳出火坑 跳出六道 寻找西方极乐世界 不再轮回 不再受轮回的痛苦 这就叫解脱自我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经常跟那些懦弱的人在一起 你会变得越来越懦弱 经常跟小孩子在一起 你就会经常哭 因为小孩子经常哭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